今天的第二本书 我们要介绍的 事实上是很有意思 今天待会我要访问 叫人生第二曲线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台大的前校长 也是前管理学院院长 郭瑞祥所住的 他这个书的副标题叫做 台大教授郭瑞祥的人生创新学 人生创新学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他讲的是人生 虽然他是一个管理学的教授 但他这本书没有在讲什么管理的理论 我们来看 他的这本书是天下文化出版的 非常的新 5月29号 一个月前我到金石堂书店去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畅销书 这个书还是一个畅销书排行榜 他在这个书里面规划了14堂人生的创新课 待会我秀给大家看 所以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他自己的经历人生是非常的这个精彩 他是美国名校 MIT毕业的 这个台大他是土木系 后来又跨界到美国 这个MIT 一开始念机界 后来就说是念到这个管理 他后来去念了一个管理的这个MBA 然后又又从这个食物界转到这个台湾 他讲的就是很多是关于人生方向 这些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我随便举例 大家看到这个大家是他比较年轻时的照片 非常的帅 他现在也很帅 待会大家就看到 他是这样第二课 他讲亲子2.0 单亲爸爸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他的这个夫人 在大概15年前不幸过世 这个他的书中有提到 对他很大的这个人生的打击 那他讲了就是说 他的把如何把小孩带大 像这个就是很难 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明 自己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父亲 那他后来呢 如何能够变成儿子的这个队友 那他的大儿子选择念体育 那这个郭老师的话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说是 他这个后来是去练习这个长跑 所以他的体育这是一个题目 那另外呢 是这个讲到了第二曲线 这本书啊 大家看到这第二曲线 第二曲线是这个 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的 一个英国管理大师 叫韩蒂啊 他所提到 他说任何的这个企业 要有一个第二个这个事业 那人生呢也是啊 这样子 不论是个人曲线 最后在第一条的这个成长曲线 没有完全走下坡之前 要有第二个曲线 否则你会被淘汰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自己也在走个二曲线 第二曲线 我是一个金融家 大家现在看我在这个主持节目 好像我跨航到媒体 但是我就是希望尝试一些新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里面呢 他是分成了几大块 他第一个呢是讲的是人生啊 所以他这个讲到了这个 他这个这个这个很多的这东西 跟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有关 他就要活力啊 就是说他这个你看到看到这个 这个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亲子 刚才提到了这些的这个经验 那第二大块呢 讲的是关于这个工作 比较有关的啊 他的这个职业 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领导的这个 就是说他就说专业管理领导职场 这种铁人三项 他这个标题啊 都写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好 另外呢他提到了 大家看到领导2.0就戈壁赛 就是因为他在台大 担任这个EMBA的这个执行长的时候 他有这个带这个学生啊 去跑这个戈壁沙漠 仆人领导学 待会儿我会跟他这个请教啊 他的这个这个长跑 跟运动里面得到的这个启发 那还有很多讲的是心灵啊 这个就是讲的是一些 比较是EQ的东西啊 我们有些东西是工作的这种 可能是IQ 但他现在讲的是 很多的是跟心灵有关 我必须讲说 我很佩服啊 这个郭教授 这个东西呢 是我写不出来 我是一个工作狂 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啊 相对的是贫乏 而且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 那么的这个就是愿意啊 公开的 公开自己的私人的很多的这个经验啊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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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这些的经验呢 事实上这个就提到了这个转型 从某个讲度来讲 大家看到的这本书是他的一个 人生的检讨报告 有成功的部分 更多的是失败的这部分 而且他赤裸裸的毫不保留的把他自己的一些失败 来跟各位读者分享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 你也看到了这个企业啊 从这个得到一个启发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把这个 学校企业跟家庭啊 这个三个方面结合啊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佩服 我的话呢是大概 如果我写一本这样输得好 大概就是讲企业企业企业 我可以讲得很好 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 把家庭跟学校这个里面讲好 而且还讲了很多自己个人的人生的这个启发 那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是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好的 以上是我这个礼拜为各位推荐的两本好书 待会儿线上提问时间 各位来宾不要忘了线上提问 我们会送给大家这两本好书 好 谢谢大家 关于CEO的书房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